焦虑症为什么怕声音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成格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主人医师 焦虑症的患者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度的增加 所以对外界的声音光 很多的刺激呢 他都会感觉到紧张害怕 他不仅仅是怕声音 他对周围的很多的 没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害怕 有文他千千处于高度的紧张的状态 也会担心身体有啥变化 担心自己身体得病 家里人如果出奇了 大家担心家人没有回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而且呢就是说工作做得尽管很好 又担心自己的工作将来做不好会怎么样 自己未来的前途的担心 有文他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下 所以对声音对外界的刺激都比较敏感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符合达到了焦虑症的程度 我觉得是要到医院去做治疗了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疗 就抗焦虑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有取得的物理治疗的方法 我们的经浓磁呀生物反馈呀 这样的一些治疗可以去做 再就是呢我们自己要求 首先要自己评估一下我焦虑自己所担心的事件 有没有必要那么焦虑 有没有自己的焦虑过度了 先进行对自我的一个评估 既然评估了以后所遇到的事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我们自己就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改变自己的思维尽量向好的方面去想 顺利自己的自信心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放松训练 放松训练我们在网络上有很多放松训练的方法 比如说全身的肌肉放松训练 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神呼吸的放松训练 同时呢我们在网上大家还可以查有很多的 做一些什么正念啦这样的放松训练 治疗焦虑效果也很好 大家所熟悉的瑜伽这样的做法 也能改善我们的焦虑情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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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